年庚瑶的事情已经办妥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温献公主赶到了 看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苏北胜 奴才在 把温献公主 关入宅宫禁闭 没有我的手语 不得外出 这 奴才这就去办 不得外出 舅舅 辛苦了 奴才告退 温献公主 参加温献公主 公主万福 公主 你 你怎么了 年初元 你知道我身上是谁的血吗 是你哥哥的 是你哥哥 皇上骗他入宫任职 却在路上把他给处死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哥 死了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也对 你怎么会知道 年初元 年初元 你知道 皇上是个多么冷血无情的人吗 你真的以为八哥被贬为庶民啊 他早就被皇上给处死了 皇上 你就没有想过 当年为什么二哥会有那么多的劣迹 而这些劣迹又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八哥会被无故罢免 而那些黑衣人 又都是谁的人 他们都是我四哥的人 都是我亲哥哥的人 还有 你们年家 为什么会受到陷害 是谁做的这些事情啊 是谁 是谁 救你于水生火热之中 却要将你 战为己有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四哥精心策划的 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啊 他真的爱你吗 他真的爱你吗 你真可怜 你真可怜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你疯了 假的 你才疯了吧 娘娘 娘娘娘娘娘娘 娘娘